有没有想过 现在只要输入一小段文字 AI就能帮你创作出一本专业的儿童绘本 还能自动生成动画影片 这个工具不用绘画画 也不用自己写故事 敏感缺一点也没关系 今天这支影片 我将要带你一起实际操作 这款超强的AI工具 让你从零开始几分钟就完成一本超可爱绘本 还能直接出版上架到 Amazon开始挣钱咯 今天这支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千万不要错过咯 这款的Vidcast 还没有下载的朋友 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谷歌浏览器 搜索Vidcast 找到我们的这一个AI工具 好点击进来 就来到我们的首页 整体界面非常的温馨童绪 这是一款专为创作儿童绘本和漫画设计的AI平台 在这里你只需要输入一句话 它就能自动生成故事内容插图 甚至动图 这里我是用谷歌浏览 谷歌账号登录 我们的新账号会送1500点免费积分 每天登录还能再零点数 基本上常用都能免费玩 进入平台后 你会看到我们的探索页面 这里展示了其他用户的创作作品 如果你看到上面有非常喜欢的 我们还可以直接点做同款 我们找一个喜欢的 这里可以直接点做同款 这样马上就能套用同样的提示词 快速打造你自己的版本 非常的方便 这里是一位亚洲面龙的爸爸抱着自己的男孩 高高把小男孩举起 背景是大海边蓝天白云 好我们这里可以选择一个9比16的 它的绘画风格 这边我们还可以参考它的各种风格 比如说草图涂鸦风格 萧恩的连土农场风格 还有一个怀旧茶杯奇遇风格 好我们这里可以选择一个 在下边还有一个卡通油画风格 这里还有一个圈寻奇境风格 这里还有韩式末日风格 风格非常的多 在下面 这里还有3D儿童动画风 丛林迷雾风格 这里还有一个黑暗奇幻绘画风格 好在这里我们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 好选择一个 我们这个是比较温馨的一个 选一个怀旧茶杯奇遇风格 我们点击进去 这里我们让它给我们生成一个 好这边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这里就一分钟的时间 当然你还可以选择创作单本绘本 或打造一整系列 在这里只需要输入一句话 应该就能帮你 就是完整的剧情和角色 懒人的福音 这简直是 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已经做好了 看一下这个是刚刚 我们没有用自己用提示词 直接用其他用户创作的作品 直接点的同款 做出来的 它是一样的提示词 我们的选择的版本不一样 这个做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这里也是一个小男孩的爸爸 抱着自己的男孩 只是风格不一样 这个漫画风格还是非常的生成出来 效果非常的好 它的系统会根据故事 还会自动生成角色的外观 不要输入任何提示词 就能产出高纸感插画 这边它一次给我们生成了有四张图 每张都可以直接下载保存 在这边有一个下载的这一个箭头 这里点击一下 我们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了 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电脑上找到我们的下载的图片 你看它的人物的风格 非常的一致 非常的专业 好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工具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创建我们自己的图片 自定义绘图 比如说我们可以上传一张我们自己的 比如说我们想要一个这样的风格的 冰雪魔镜童话风格 我输入一个这样的提示词 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在冰雪上高兴的发雪 还有高级的风格 它还有各种的类别 有拍摄视角拍摄位置拍摄的角度 比如说你想要一个低角度图示图 或者是仰视 还有拍摄的位置 这些我们都可以选背面 还有顶视角 好这次上面可以选一个拍摄的视角 可以选择全景图 超广角 或者是人物肖像 侧身照 还有这样的针孔镜头 选择非常的多 好了我们这样一个照片 它给我们生成好了 也是同样的给我们生成了 有四张图片 好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这样有一个小女孩非常的可爱 她的人物的一致性 我们可以看一下做出来的 这上面还有一个AI生成图片 这下面还有一个AI滤镜 比如说我们上传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风格 这里有皮克斯风 玩具冒险风格 还有千询风格 这里有一个铅笔素描 我们选择一个千询奇遇风格的 这里还有动物的风景 这些我们都可以选 这个我们是一个人物 我们就选择一个人物点 生成一下 在这里它会识别我们的图片 这里稍等一分钟 它就可以给我们生成出来了 这里我们只要上传一张图片 就能一键变成动画角色 好我们已经生成好了 点进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效果 可是非常的不错 如果你觉得满意 这边还可以点击把它下载下来 这里我们还可以套用 极克力风 迪斯 迪斯里等风格或转换场景 变成动画短片也是可以的 好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生成一张 场景图 这里我们生成图片了之后 还能自动做出动画影片 影片长度的约5秒 整体画面非常流畅 就像在做自己的微电影 这里我们还可以克龙一张照片 比如说你想克龙一张这样的照片 我们也可以把它克龙下来 好这里点击生成视频 然后如果积分不足的话 我们可以用到基础版的升级一下 也是可以的 这里 升级到基础版它有1万积分 它还会额外赠送我们2000的积分 我们做出来的视频还没有水 水燕独立生成图片 我们还可以做出更长的自定义故事 这个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选择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创建我们的故事图画书 用AI生成我们的图画书 然后这里可以选一个使用我的故事单图绘本 或者是系列系列绘本 我们选一个单独的图画书 选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至少10个制服 它会AI帮我们自动生成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只小猪 在这里我生成了一个 因为一只小猪太胖的一个故事 它减肥成功 胖肤肤变轻 这里它讲的 这个是一个AI生成的一个故事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农场里 住着一只名叫圆圆的小猪 圆圆特别爱吃 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吃东西 农场主人给小猪准备了同样分量的食物 可圆圆总是第一个吃完还会偷偷溜到其他小猪的十盆钱 把它们没吃完的也一扫而光 然后它就越来越胖越来越胖了 它中间的过程还写的比较精彩 它们还举行了一次比赛 那赛跑时这个比较胖的圆圆的小猪 就累得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它连一个矮墙都翻不过去 就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 在这边生成角色的话 我们要稍微等待一下 我们这里有各种不同的风格 我们找一个比较喜欢的风格 我们选一个这样的趣味童话风格 然后选择下一步 生成我们的图片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圆圆小猪的角色 这里可以编辑我们的角色 这里可以粉色的皮肤 我们还可以输入一个圆圆圆的身体 你觉得这上面的提示词 你想要改动一下也是可以的 其实它本身的提示词已经还是非常的好了 在这里有一个主角跟配角 配角是一个农场主人 这个角色也是我们的AI自动生成出来 它进入角色绘本的环节的话 每一页都会提供四种不同插图风格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版本 也可以自己改图改制整体特效或者是背景设置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这样的角色 它给我们生成了有四张照片 四种风格 这是一种风格的 我们可以选一个比如说这张 可以 我们就确定这一张 圆圆的角色的话 我们也可以生成一张让它给我们 如果你对这个工具非常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工具登录进去 跟着我一起做 我们的小猪角色生成好了 好 我们就用这张图片 胖嘟嘟的身体 下面这个是农场主人的角色 这上面这个是圆圆小猪的主角的图片 好 点击下一步 它还会给我们做故事分段处理 提起故事字母 这个都不需要我们自己做 这里也直接给我们生成好 这里我们在创建儿童图画书的时候 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有7到9岁 9到12岁的 还有一个神器冒险的 有现代校园的科幻冒险的超级英雄 动物幻想 还有日常生活里面都非常多的 各种版本的 这里还有顺序的话 还有倒序顺序 它的视角 有单视角 第一人层视角 这里后面还有非理人画 理人画的 这里图片大小 我们也可以选择 我们也可以根据它们的视力 这样的视力的一个提示词 我们再更改一下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这样的 它就给我们更改出来了 这里我们还会 它还会给我们生成场景图 描述 还有生成场景图提示词 把场景生成好了之后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胶卷的制作 这一栏我们需要制作出来 我们可以把它字体放到下边 它里面有你看有四张图片 给我们选择 这是我们的 理科第一张照片 好选择好之后 我们再选下一个 下一个场景 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农场里 驻着一只名叫圆圆的小猪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把 这一个静态的图片 生成一个视频 第二张生成好了 下一张 我们的一只的这个图片 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一张 你看这个胖嘟嘟的小猪猪 我们下面的依次把图片 给它生成出来 好我们做好了之后 这里可以直接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生成出来的图片啊 是不是生成出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好做好之后 我们还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视频哈 如果你觉得这个还可以 我们还可以把它分享给朋友哈 好这里可以看一下 你如果想看哪一个就点哪一个 这里都可以 好如果你觉得非常喜欢 我们还可以把它生成一个视频哈 做出一个视频的效果 这边这些图片 我们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这边有一个下载 如果你觉得这个图片没有做好 我们这里还可以把它删除掉啊 那这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音频 还有背景音乐 还有这里的文本的话 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编辑一下啊 在下面的各种的文本 还有角色的声音 我们可以也可以自己搭配啊 你看这些背景我们还可以 比如说像这样带了皇冠的哈 可能都用不了啊 我们用都需要用这些背景 但是这样的背景 不适合我们这一个故事的角度哈 做好之后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保存的键哈 我们可以点一下这里 就保存成功了 那我们在创作的 刚刚创作的作品哈 可以在这里我的创作里面找到 这下面还有一个模板二创 比如说漫画插画故事哈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故事主题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我想选一个这样的故事 选好之后 我们可以点这里使用模板 Snow White Once Upon The Prince said come with me to my kingdom 可以点击使用它的模板 同样的我们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风格 好选好之后 我们来编辑它的这样一个故事哈 在我们的首页的话 这里有个一个快速绘图的啊 可以单副图片创作四个漫画哈 可以点击这里进去创作 还可以AI图画书 儿童绘本创作 这里可以用AI生成使用我的故事 我们这里还可以根据它的年龄来创作 比如说四岁以上哈 三岁 这里面有各种类型的哈 这个是根据读者的年龄来创作 更适合它阅读的内容哈 像7到9岁 9到12岁 12到14岁 这些可以根据它年龄来创作哈 风格这里我们都可以自己来选 想要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来生成我们的图片 在下面可以使用这上面的模板来生成哈 它的模板也非常的多 我们可以挑一个自己比较喜欢来生成我们的一个故事 我们还可以用我们这一个故事 把它做成一个小视频哈 不准不管你是做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这些图片做出来都是一个超级西情的动画风格 小朋友也绝对爱不释手 我们做完之后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超级心动啊 只需要一段文字一个想法就能做出完整绘本与动画短片 从创作到上架一站是完成人人都能当创作者 现在就开始点击 REDQ 注册登录 马上开始创作你的故事吧 说不定下一个热门绘本的作者就是你 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订阅 我是小爱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